提前离职需要赔给公司违约金吗? 你可以要我的名,但是要我的钱不可能 有很多佣人单位在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时 都会约定劳动者提前离职 需要赔付给公司一笔少着几千,多着几万的违约金 不信你拿出你自己的劳动合同,看一看 啥子啊?你劳动合同都没钱啊 哪里发财了?双倍工资配偿 那佣人单位约定了提前离职支付违约金的情况是否有效呢? 来张立明确的告诉大家,绝大多数的都是无效的 因为根据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 尤其只有两种情况,用人单位能与劳动者约定违约金 一是单位提供了专项培训 二是劳动者违反了净业协议 并且对于专项培训的认定是很严苛的 并不是说你入职时有个师傅带了你几天就算是专项培训 而净业协议也需要公司在你离职之后 按时向你支付净业补偿馆 你才需要履行敬业义务 所以想要提前离职的几乎不用担心赔钱这个问题 肯定有人要和他讲说 那我补给他把最后哪个月工资都舍败 我只有说你去看看劳动合同法第四四六条 请不吝点赞还订阅 请不吝点赞还订阅 请不吝点赞还订阅